晚上的时候 城镇乡村的所有广播传来一个消息 现役中将会搬迁到向南街的新校区 搬迁工作会在未来一个月内完成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脑袋灵活的人 已经连夜跑到新校区附近的商业街 想着多买几条商铺 可惜这条街的商铺只租不卖 而且租金比之前足足涨了五倍 第二天一早 公鸡名声响彻在这安静的村庄内 夜三秒拿着昨天的租房合同 门头向县城跑去 妈妈天还没亮呢 爸爸怎么又出去了 方清云没有说话 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呆呆地望着前方 自家男人好像真的变了 他会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 他也知道起床的时候 小心翼翼不吵醒自己的妻子女儿 另一边 夜三秒赶到寿楼部的时候 外面早已人山人海 这些人都是来租铺位的 夜三秒走到人群旁边 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向南街的商铺 转让了呀 最好的黄金地段 错过这个村可没下个店了 这话一出 很多人马上转头 冲着他看了过来 和寿楼部的租赁价格一样 绝不做地气价 有兴趣的可以过来找我谈谈 兄弟 你这真是商铺的租赁合同 货真价是同死无期 我的天 这是八号商铺的合同 八号就在学校大门正对面 可以说是最好的地段了 兄弟 你这准备多少钱转让 年租金一千五 这个价格 应该和寿楼部的租金差不多 而寿楼部那边 可没有这么好的位置 年租金一千五 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位置 我要了 我只有三个 分别是八号九号和十二号 你要不要先寻寻位置 不用寻 我全要了 老兄 你吃肉 起码给我们留口汤盒 就是 你全都要了 我们还玩什么 大哥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先到先得 你们几位晚了一步 我能有什么办法 兄弟 我们去里面签合同 进了寿楼部里面 昨天为夜三秒 办理租赁合同的那个销售员小姐 再次看到夜三秒的时候 表情十分古怪 这家伙昨天刚租了房子 今天房租就涨了好几倍 兄弟 你是个痛快人 我也不能小气 咱们一口价 我直接给你两千五 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就谢谢这位先生了 兄弟 我很欣赏你 咱们有机会再合作 我叫赵德厚 夜三秒跟赵德厚 寒暄了一回之后 拿到前后去了市场 买了一辆三轮车 又给方清云和小安 买了几套衣服 跟着崭新的小三轮 行走在乡村的泥土路上 他心中满是兴奋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清云应该会很开心的吧 他准备赶往 方清云工作的服装厂 而那正是赵德厚家开的工厂 三秒 你这是哪弄来的三轮车 村里有人看到 骑着崭新三轮车的夜三秒 好奇地问道 我自己买的 你就吹吧 你能买三轮 母猪都能上书 应该是从哪偷来的吧 三秒 我可告诉你 偷东西可是犯法的 你最好现在就去把车子还回去 不然我们可要上报分掌了 爱信不信 说着夜三秒骑着三轮车 一溜烟地跑了 这个混蛋 整天不学武术 连老婆孩子都不管 现在还学会偷鸡摸狗了 夜三秒压根不在乎 村里的人怎么看他 只想着赶快到服装厂 给清云一个惊喜 半个小时后 夜三秒满头大汗地 出现在腾飞服装厂大门口 而此时的方清云 被车间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主任 你找我 方清云低着头 有些不敢看车间主任的眼睛 之前他妈妈 从厂子里拿走的一千块钱 车间主任批准的 他很怕主任会突然要他还钱 清云啊 你妈从咱们厂里拿走了一千块钱 这是你知道了吧 方清云心里咯噔了一下 果然是冲着这件事来的 主任 那笔钱我一时间也还不清 你以后在我工资里扣吧 还钱倒是不急 其实吧 一千块钱在我眼里却算不了什么 几个月就能赚到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是想要帮我把这一千块钱 还给厂里吗 可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帮你还账 你也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方清云心里一惊 主任为人一向正派 他怎么都想不到 主任竟然会向自己提出 这么不要脸的要求 主任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我欠的债 我自己会还 就不劳主任操心了 这是对你又没有什么损失 你再考虑一下 主任 在你眼中 我就是那种自清自荐的女人 就因为还不了债 我就要陪你睡觉 我结婚了 我有男人 哪怕是这辈子都被这笔钱 压得抬不起头 我也不会对不起她 主任被方清云这一连串的话语 对得一愣一愣的 清云 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我单身 你妈刚好也单身 我想让你从中说和一下 看看我和你妈以后 能不能搭伙过日子 方清云顿时一愣 不 不是看上我 是看上我妈了 方清云脸颊一红 满是尴尬的说道 这种事 你应该和我妈说 我做不了主的 你再好好想想 一千块钱 真的不是个小数目 就凭你和你家那个二流子 可能这辈子都还不起这笔钱 谁说我还不起这个钱